拦不住了,中国正在下一盘大棋 央行公布的这个数据看完之后 真的是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没有想到时隔五年 中国再次动用了这个杀手锏 对美国打响了金融反击战 具体是怎么回事 众所周知 中国最近是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偷袭 华尔街公开唱衰中国经济 外资三个月流出 中国股市1720亿 这轮导致人民币一度失手7.3的打关 那A股也是从3400点跌到了2900多点 实在是相当惨烈 其实就在不久之前 这个央行公布了一项数据 给了美国一个严厉的警告 那就是中国连续12个月增持黄金 为什么说这个是杀手锏呢 因为买黄金的钱是怎么来的呢 都是抛售美债来的 而中国连续6个月减持美债 持有规模已经低于8000亿美元 这个是连续14年以来的首次 要知道美国可能不怕华为 但是他一定怕美债爆雷 而中国就是美债的第二个债主 如果说持续抛售美债 势必会引发全球恐慌 到时候美国的债务危机就岌岌可危了 美国经济可能随时会崩溃 回顾2018年贸易战 当时的中国也是一边抛售美债 一边增收黄金 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国崩溃了 金价两年时间从1200美元 涨到了2100美元 现在中国再次放出这个杀手锏 那么最近国内的金价已经是创出了历史新高了